下雨天不论是深闪走在路上 或者是穿雨衣行摩托车 再怎么小心 鞋子还是容易湿搭搭的 如果湿掉鞋子还需要持续穿一整天 那就容易闷闷的有味道 刚好隔天还需要穿同双鞋子 那合到假以后到底该怎么做 才可以快速让鞋子变干燥 同时驱逐上面的异味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哈喽今天你好吗 我是左仁直视 让我来帮助你整理售纳和清洗 别让周遭的环境打来内心的平静 今天需要的材料有 抹布 保特瓶瓶盖 报纸 小苏打 硬币 在影片开始之前 别忘了先订阅按赞和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哦 前置作业去除泥沙 下雨天穿过了鞋子 在鞋子的表面上 多多少少都会沾黏一些泥沙 就先用抹布来把它清干净 就用水枪来喷湿它 喷五下 让它呈现微湿的状态就好了哦 千万不要喷太多水了 接着观察一下泥沙分布的情形 通常在斜头的地方 是沾附最多泥沙的 那我们就用 为湿的抹布 来把它擦湿干净 如果家里没有抹布 或者是不喜欢清洗抹布的 那你可以用湿纸巾来代替 那记得湿纸巾拿出来 要稍微再帮它水分拧干一点 再开始操作哦 那像上面这个地方啊 也多少少会有一些灰尘 我们就帮它带一下 那另外一只脚也是一样的做法 那鞋子擦拭干净以后 我们要开始进行 鞋子快干除臭 寺庙招的分享哦 第一招 报纸快干法 一回到家赶快把报纸拿出来 像这样子一张全开的报纸 我们要把它裁切成八等份 在使用美工刀的时候啊 要特别小心哦 不要割伤了 好 那裁切完之后 它的大小就会变成这样子 接着呢 我们要把它揉成球状的 你就这样子把它揉起来 那我们就多揉几张 再把报纸揉成球状的时候啊 记得不要捏得太紧 要像这样子蓬松的感觉哦 像鞋子前面这里啊 它是塌陷的 我们就用蓬松的报纸把它撑起来 这样子撑起来的目的是啊 待会鞋子干掉以后啊 塌陷的地方不会留下痕迹 如果你没有撑起来啊 它会留下凹痕哦 会丑丑的不好看 而且报纸还有吸水的功效 可以让鞋子快速干燥哦 报纸塞完以后 就直接放在阳台 通风硬干就可以了 大概三到四个小时 或者是睡觉之前呢 再换一次报纸 能够让鞋子更快干燥哦 第二招 风扇快干法 先把鞋子放在地上 打开电扇 让它直接对着鞋子吹 如果手边有报纸的 必须用刚刚第一招的手法 先把报纸塞进鞋子里面 这样子鞋子干掉的速度会更快 而且也不用担心鞋子会变形哦 这里要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拿吹风机来烘干你的鞋子 因为它的温度太高了 会伤害鞋子表面的面料 甚至会有脱胶的情形发生哦 第三招 小苏打除臭法 拿出保特瓶瓶盖 或者是泡茶用的茶袋 甚至是不要穿的袜子都可以 在里面倒入两瓶盖的小苏打 大约是30克 接着把它放入鞋子当中 那放进去的时候把它分为 前跟后 各放一瓶盖 假如这双鞋子明天就要穿的话 那我建议你可以放入四个瓶盖 就是前面放两瓶盖 后面也放两瓶盖 这样子出错的效果会更好哦 我示范给大家看 那我这里再帮大家整理一次 处理一般的意味呢 就是左脚跟右脚 各放入两瓶盖的小苏打 如果是鞋子明天就记得要穿的话 那就是左脚跟右脚 各放入四瓶盖的小苏打哦 如果手边没有保照片瓶盖的 可以直接用茶袋来装 那茶袋里面就大概装入30克 就是大约两个瓶盖 装完以后 直接放入鞋子里面就可以了 第四招 硬币除臭法 如果家里没有小苏打的 那就用硬币来除臭 不管是1元 5元 10元或者是50元都可以 因为硬币它主要是同质的 在潮湿的状态下会释出铜离子 具有除臭的效果 所以要把硬币放入鞋子 最好的时机就是 硬币到家脱下来 马上放进去 这样子效果会最好哦 那在放的时候 记得把鞋子分为三等份 前 中 后 那我在外面摆给大家看一下 它会分为这样 前 中 后 三枚硬币 那大小不拘都可以 看手边有几块钱的硬币 就放几块钱的 另外一只脚也是这样子做 任选三枚硬币放进去 摆完就会像这样子 如果你突然看到这里 不要以为你在看风水节目哦 你看的就是佐藤的 整理受难清洗频道哦 左边是清洗之前的样子 右边是清洗后的样子 让我们一起找回家的感觉吧